委員沒有聽到你有一句譴責俄羅斯 我 戰爭是不對的 俄羅斯呢 發動戰爭的都不對 俄羅斯呢 不應該要清起戰爭 還沒有聽到俄羅斯 俄羅斯我跟他不熟啊 我真的講得很清楚了 我是一個和平的愛好者 接了很多的電話 很多的婦女啊 他很緊張啊 他說 剛剛像院長講的那個是很感人 可是他們講說 我們不要妻力止善啊 我們追求的 希望是一個和平安全的空間 那院長可不可以幫助 這些婦女同胞 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們在努力 這個地方 不要有戰爭發生 只有備戰才能止戰 否則侵略者就是如此 滿恨的 他會找各種理由 侵入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烏克蘭他好好的啊 很善良啊 你看 俄羅斯他要恢復歷史榮光 他侵入烏克蘭 這講的是什麼話 所以如果那個邏輯通的話 那蒙古應該把整個俄羅斯 都列入蒙古國才對啊 我們還是中心的期盼 祈求世界的和平啊 那也希望說 俄羅斯的戰爭啊 趕快可以停止 恢復國際的安全 委員沒有聽到你 有一句譴責俄羅斯 我 戰爭是不對的 俄羅斯呢 發動戰爭的都不對 俄羅斯呢 不應該要清起戰爭 還沒有聽到俄羅斯 俄羅斯我跟他不熟啊 我就講得很清楚了 我是一個和平的愛好者 我站在這些看到很多的畫面 我心裡是很難過的 妻離子散 然後看到那麼多的傷亡 特別是年輕人就退到第一線 他說他也不曉得 為什麼會發生戰爭啊 他被俘虜了 所以我們還是衷心期盼 趕快恢復社會 恢復整個國際的和平跟安全 你像歐洲 70年來沒有戰爭 現在發生戰亂 發生戰亂了以後 重新再恢復 我相信那個是 非常非常長的時間啊 我們來衷心期盼 世界的和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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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